欢迎来到美厅 这六句口头禅让你败光好人缘 何谓口头禅 它是指一个人有意无意间习惯说的话语 口头禅大多跟本人的性格、生活或状态有关 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却是消极的 人际交往中 有一些口头禅会让你不知不觉败光好人缘 下面,我们一起来盘点几句败人缘的口头禅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一,我早就说过 小王拿着策划书,哭丧着脸从领导办公室走出来 很明显,方案被否了 张姐见状,一拍手皱着眉头说 我早就说过,你这做得太简单了 咱主任要求多高啊 小王脸一沉,眼一瞪说道 就你行,你是诸葛亮 张姐尬笑了一下,兴兴地走开了 正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当别人在沮丧或后悔时 一句,我早就说过,无疑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类似的还有,我早就提醒过你,我早就知道 这种口头禅,就是典型的马后炮 在心理学上称为后视偏见 一般而言,有后视偏见的人 因为对事情的结果先入为主 往往很难做出公正的评价 总是沉迷于我早就预料到了的感受当中 同样一件事,做好了,他会说 我就说很简单嘛 若没做好,他又说 我早说过这是很难,看,搞砸了吧 如此马后炮之人 既一味凸显自己的先见之名 又轻易否定了别人的努力 久而久之,朋友寒了心,疏远你 孩子心生叛逆,跟你对着干 下属抱怨你,懈怠工作 同事跟你发生口角,争执,排挤你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要想改变此种尴尬局面 就要学会自我调整 事前,多一点思索,早一些提出想法 事后,多一分客观,早一步做出补救 如此,一定能游刃有余地把事做好 跟人处好 二,那还不如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朋友 你在情人节收到一束花 他说,那还不如送九十九朵 你好不容易买辆代步车 他反问,那还不如买辆越野车 你正边人分享黄山之旅 他张嘴就来 那还不如去海边 凡此杀风景的话 貌似是在给人提意见 其实是在泼冷水 那还不如 这句口头禅 是典型的沟通盲区 它会让人感到被评判 被否定 被指指点点 说白了,就是自尊受损 此时 当事人可能会心生不悦 埋下了芥蒂 或者干脆对上一句 关你什么事啊 而周遭之人 也会对泼冷水者敬而远之 以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常言道一样米 养百样人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不奢望三观一致 不追求喜好相同 面对继承事实 你可以保持沉默 如果非要开口 可以说 有人送花 真幸福 以后你就不用挤地铁了 真好 黄山的景色 确实好美 恰如美国心理学之父 威廉·詹姆斯说 人最深层次的需求 就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 三 随便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 在国人的口头禅中 随便二字 以10.5%的得票率 荣登榜首 问他吃什么 随便 问他去哪玩 随便 问他选什么颜色 随便 简单的两个字 说话者看似很随和 其实最难伺候 询问者不仅要去猜 你到底想要什么 还会接收到 你根本不在乎的感觉 让人心里有一股无明火 其实 与其说随便 不如换成听你的 你安排的我都满意 说话 不仅是本能 更是一门技术 生活中 除了自己不要说随便 又如何避免被随便知识呢 比如 你和同事 也经常一起吃饭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 一 封闭式问法 缩小选择范围 比如 中午吃桂林米粉 还是煲仔饭 二 明确意见并解释 迅速促成决定 比如 中午吃蒸饭吧 楼下新开了一家 据说有上百个菜品 味道还不错 四 都是为你好 人与人之间 有意见分歧时 其中一方总会冒出一句 这样的话 都是为你好 而对方听到这句话 却会油然而生 一种厌恶感 因为 这是妥妥的道德绑架 似乎说者是多么的大公无私 而你 却是如此不识好歹 以巴而言 说这句话的人 很少考虑对方的感受 他习惯用自己的视角思考问题 用自己的方式 作为你好的事情 亲自之间 可能是让孩子连轴转的学习 夫妻之间 可能是过度干涉对方的私人空间 朋友之间 可能是越阻带袍的替你做了决定 同事之间 可能是抢走了你的分内事 去邀功情赏 凡此种种 让孩子委屈 让另一半变成透明人 让朋友敢怒不敢言 让同事哑巴吃黄脸 而说话者 却堂而皇之 振振有词 子非于 安之于之乐 人与人之间 亲也好 输也罢 切记用为你好的关爱 去裹挟一个人 用为你好的言语 去恶化彼此的关系 五 我说话直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说话前 会客气地来一句 对不起 我说话比较直 或者是大大咧咧地说 我说话直 你别介意 通常 后面跟着的 肯定不是好话 比如 你这方案做得太烂了 你穿这件衣服好难看 你的白头发 怎么这么多 如此 其实是把没礼貌当做直率 当做出口商人的免死金牌 事实上 被肆无忌惮地直戳痛处 谁会不介意呢 凭什么让人别介意 大多时候 标榜自己说话直的人 只是不愿意花心思考虑对方的感受罢了 因而 碰到这样的人 可以直接打断 那你就先不要说 想想再说 正所谓 恶语伤人六月寒 不过脑子的口无遮拦 这不是性子直 也不是真性情 说到底 就是坏 以人为敬 见己照人 要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 必须要学会高情商的表达 需要时 委婉提出建议 说人时 不做无谓比较 说事实 不在那行人面前 搬门弄斧 无法改变时 闭口不谈 一句话总结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不说 六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朋友阿强 分享了一件事 会议上 同事在汇报项目进度 几分钟后 他来了一句 领导 你懂我的意思吗 话音刚落 上司的脸色突然一变 会后没几天 同事跟进的项目 居然换人了 换人的真相 不得而知 但那一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却被评为 十大最招人烦的流行语 类似的还有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能get到我的意思吗 说者似乎有一种 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又像在挖苦 讽刺对方 说到这 可能有人会反驳 人家只是想确认一下 保证沟通有效性 然而 通过观察 你会发现 说者有两种表现 一种 是不屑的表情 因为 他认为 你根本不懂 心里比一 却不好明说 另一种 就是不等别人的反应 自顾自地往下说 因为在他心里 这句话 只是自己 接下来的 高谈阔论的 开场白 对方听没听懂 根本不重要 看他表演就行了 由此 说者很爽 听者却堵得慌 说者还在滔滔不绝 听者却早已想 结束对话 正所谓 地低成海 人低为亡 与其用 你懂我的意思吗 刷存在感 优越感 不如放低姿态 问一句 您觉得我说得清楚吗 鬼谷子说 口 乃心之门户 每一句口头禅 都是内在心里的 一种折射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一些糟糕的口头禅 越说 越会让你败光好人缘 愿往后 我们都能学会 说好听的话 说有修养的话 说对人有帮助的话 既如此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人缘自然好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